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画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磁器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辨别明代宣德时期的 青花一把联纹盘它的真伪 我们的看东西呢 一定要从五个大的方面来看 第一呢就是气形 那么这件仿品的气形呢 它的口唇做的 口唇做的过于尖锐了 这不是符合宣德时期的风格 另外呢我们要看太幼 太幼呢它除了它火气十足之外 我们看它的幼白中泛黄 这个跟这个宣德时期呢 青白幼暖白幼差的很远 即使是甜白幼也不会是这样子的 我有一期专门给介绍了一下甜白幼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再有呢我们就是要看青花的发色 宣德时期呢 在早期用这个苏玛丽氢料 中期呢用了一些混合料 到了晚期也使用了一些国产料 那么苏玛丽氢料呢 它的晕散 它的流淌 它的这个铁球斑沉着 都是非常明显的 那房品呢 因为用的不是塑料 因此呢 它的这个做不出来塑料的这个效果 另外呢 大家看哈 就是文饰布局以及绘画 无论是从整体的文饰布局上 它也是缺乏了宣德时期的那种多层次 宣德那时候呢 和永乐时期一样 大多呢 继承了元代时期的那种多层次的这种布局方式 而且在绘画上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它特别死板 没有灵动性 再看宣德时期的东西呢 都非常具有灵动性 非常精美 这个就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另外呢 我们对比着看一下哈 这个款制 宣德的款制呢 遍地流 哪里写都有 但是呢 像这个一把帘的这个盘子上呢 它没有写款 我就用了一只这个碗 林志文的碗写款的呢 来对比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通过那个对比呢 可以看得出来 它写的款制的差距 另外呢 它这个所谓有铁锈斑 在这看侧面上看铁锈斑 这个呢 都是漂浮在上面的 一点都没有下沉 这是很假的东西 千万不要被这些东西迷惑了 再看呢 就要看它的圈竹 宣德时期呢 还是使用的是麻仓土 麻仓土呢 它这个比较细腻 比较洁白 而且呢 看上去粗 像这个白沙底呢 但是摸上去呢 是非常细腻润滑的 而这个房品呢 就是人为的涂了一些药汁以后 做成这样的效果 根本达不到麻仓土那种效果 这个一看就是人工作旧的一个结果 其实呢 很多人呢 喜欢比如说涌先时期的青花 那么如果说你要买了房品 是因为你出于一种爱好和喜欢 又没有办法得到真品呢 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呢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呢 当做倒带的东西 再展示给别人 或者说你要卖给别人 这个就不道德了 你明明你是 虽然是说让别人来所谓断 自己来判断真伪 可是呢 你明明知道是假的 你还要当做真的去卖 或是展示给别人 这个就太不道德了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